大家好,我是Sammy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 除了上次ELF開箱之外 另外還有一些新的彩妝玩具 有Too Faced的東西 還有Gyvansky的東西 如果你想要知道 我到底有哪些新玩具 就請你繼續看下去囉 那在我今天就是正式開始介紹 我最近的新 就是新的玩具 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 簡單介紹一下就是我今天 畫的這個妝 那今天的這個 眼妝的部分我是用 上一個影片跟大家 一起開箱的這個 ELF的Sunset眼影盤 那我畫了一個 就是紫色跟金色的 Mix的眼妝 如果大家有想要看這個 妝容分享的話 再麻煩大家留言跟我說 那接下來首先呢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 買的就是 這是我算是我自己送給我自己的生日禮物 因為其實看到那個 成亞 然後另外還有看到Kathleen Lights 他們都有推薦這個 Too Faced的 Chocolate Bar 眼彩盤就是 眼影盤 然後其實我本身真的是 眼影盤 對我來說已經算是有點多了 但是就是 看影片看著看著看著 我就覺得好想要喔 所以我就是 反正就是跟ELF一起之前 請我那個美國的朋友幫我 買回來的 那它這個 Too Faced的這個 Chocolate Bar的眼影盤 它就是外面的盒子 是長這樣子 然後盒子的背後有色卡 然後 打開來之後 它裡面會附一個這個 就是簡單的 眼妝教學 然後裡面有三種畫法 那這個 Too Faced Chocolate Bar的 眼影盤 它是長這樣 它就是一個 真的很像是我們小時候吃那個 大波露巧克力 一塊這樣子巧克力的樣子 然後它打開來之後 就是會有一個 淡淡的 淡淡的巧克力 香草巧克力的味道 我覺得非常的香 然後它打開 它上面有一個透明的模 然後上面就是 你可以對照它每一個的 顏色的色號是叫什麼 那接下來我就來做 簡單的試色跟大家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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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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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的这个眼影的试色好了 季凡希的这一盘眼影盘的四个颜色是长这样 然后接下来是他们家很有名的这个4G蜜粉 那4G蜜粉我知道他们家有好像有好几款 那这一款是透明的就是它是没有调色功能的4G蜜粉 那它这个蜜粉很可爱就是它打开来下面是蜜粉盒嘛 上面就是盖了一个粉铺 然后它的蜜粉的孔是四个就是他们的logo 所以说你用这个粉铺就是铺了蜜粉之后 盖在你的脸上就会有4G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可爱的 然后他们家的产品都有一个淡淡的香味就是我还蛮喜欢的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这个超美的 他们家的蜜粉饼 那它的蜜粉饼是长这样子 就是打开来有两层 第一层打开来上面是一个镜子 这边是一个镜子 然后下面就是它的粉饼 然后另外他们这边 它这样滑开来 这边有附一个刷子 是附一个他们这个季反系的刷子 然后另外还有三样东西 一个是好像也是新出的这个睫毛膏 然后打开来之后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刷头 长得很像 它好像是说它是什么 河豚 河豚形状的睫毛膏 那我也是才用了几次之后会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review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季反系他们家的颜彩笔 它是一个铅笔状的颜彩笔 然后这个颜色非常的特别 我好像要用我还没有用过 它的颜色是这样子 很漂亮的绿色 最后一样是他们家的唇膏 然后这个颜彩笔 然后这个色号是208 然后这个色号是208 他们家的唇膏颜色是长这样子 这个颜色是这样子 色号是208 然后简单试一下给大家看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桃红色 那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其实真的我自己很少去买专轨的产品 然后在这次收到这个朋友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之前 其实我是没有用过季反系他们家的彩妆 我只有用过他们家的香水 然后 其实这一次的所有东西我收到之后都 超级无敌 皮里兴奋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 就是不愧是专柜的彩妆品 他们真的就是 包装很精美 然后东西会让你觉得 我会非常珍惜的使用他们 然后 我希望就是之后可以用他这些彩妆品 来跟大家做一个就是妆容分享 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新玩具小分享 谢谢大家看到最后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麻烦你帮我按个赞 也不要忘了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就可以随时接收到我的彩妆生活分享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